上個星期 Felicia已經報過這個 真的太噁心 大概已經是政治場合裡面 有史以來最噁心的活動了 本來還可以更噁心的 就是拜登可能 應該還可以邀請他那個 核能廢料處長 Sam Britton 就穿著女裝 塗著口紅 穿著高跟鞋 拿著狗戀 然後牽著一個全身 穿皮衣的男朋友出來 BUT 他因為在機場偷 女生的行李箱 兩次還是三次 被逮捕 而且現在已經被開除了 所以現在已經是 比較好的Version的 這個變態儀式了 Joe Biden這次真的是 全力的傾朝而出 而且他說這個法律 代表著美國所有的美好 所有的良善 所以你對這次的法律的看法是怎樣 不管你對於婚姻的看法 婚姻對你來說是什麼 你沒有更好的 沒有更良善的 或許你不同意我對於婚姻的看法 你不同意我认为说婚姻是有意义的 但是你在这边跟我说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比一堆性变态在白宫里面开同性恋趴 恋童琵趴 还要美好 还要良善 还要更美国 就算你觉得这个彩虹白宫同性恋趴是个好事 会比一个就是扶着一个老奶奶过马路来的良善 会比就是发食物给流浪汉吃还要良善 就是我很难想象白宫同性恋趴是美国最美好的一面 最良善的是最美国价值的东西 那他的理由是在说 为什么这个这么良善这么美好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LGBTQIA plus这些族群 长期以来被打压 长期以来被压迫 所以我们必须要偿还这个错误 我们必须要更正这个邪恋 就是 Thomas went even further and he wrote the following quote we should reconsider all the court's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presidents including Griswold, Lawrence, Obergefell 那意思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再重新认为 你能够有选择赴扰准 而且是我们应该再重新认为 你能够有选择赴扰人爱的 那不是只要挑战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晚上 把人家在酒店投放出 因为在晚上的女人 这还是错误的事情 当然这两件事情都不可能在美国发生 同性恋一直以来都可以结婚 因为婚姻是有意义的 而且婚姻代表了一男一女的结合 婚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宗教的仪式 也就表示说两个男的他不能跟彼此结婚 他们要的话当然可以就是一起买房子 一起生活然后彼此去医院探望 从来就没有人反对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 Civil Rights也是帮助他们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不可以结婚 他们不可能结婚 因为这不是结婚的定义 而且他们也不会被餐厅踢出去 只因为他们是同性恋 这就不是一个在美国会发生的事情 各位知道在美国现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 保守派被踢出餐厅 基督徒被踢出餐厅 这个是拜登这个演讲 大概一个星期前才发生的事 Felicia跟我对这个有做一个深入的报道 保守派被踢下飞机 因为戴着什么MAGA的帽子 保守派被公司开除了 因为他的这个政治倾向 基督徒的老板被告 因为他在办公室门口贴了一段经文 然后被说成是压迫人的宗教自由 在美国没有任何人把同性恋 黑人穆斯林任何左派在说被打压这些族群 其实都没有被打压 在这个国家被打压的就只有保守派 还有基督徒而已 所以Joe Biden欠的这个法律 没有在解决任何东西 这个法律的目的 只是要加强的合理化 打压基督徒 犹太教徒 穆斯林 或者是任何其他有基本常识的人而已 这个法律并没有重新定义婚姻 因为婚姻早就被最高法院重新定义了 这个法律在做的事情就是 废除了1996年签订的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捍卫婚姻法案 而且合理化攻击基督徒 攻击犹太教徒 攻击穆斯林 让他们的生活 变得很惨 他们的公司可以随便被告 无限的被骚扰 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科鲁拉多州的这个蛋糕店 Jack Phillip 现在他们会说 法律保障我可以压迫你 法律允许我这个样子做 任何人起来反抗他们的 不像巴黎贵的 不像马门下跪的 不对着尼布甲尼撒雕像下跪的 全部都可以被合理的攻击 而且这不只是只有民主党投这样的票 共和党也投了 参议院的投票比例结果是 61比36 所以在我们的参议院里面 有一堆完全没有骨气 软绵绵 左派无脊椎生物 我们的这个共和党党员在里面 像Mid Romney那个样子的 这个就是保守派 基督教价值观的美国 如何慢慢的死去 我们不断的妥协 想说接受多元 耶稣也一起跟罪人吃饭 耶稣也爱罪人 但是前提是那些人悔改 那些人改变 那些人心意更新而变化了 我们却为了要表示 我们也很爱人 最后连罪也一起爱 我们失去目标跟方向的话 就会变成那罪的一部分 死亡的一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